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底线 这么说吧 还是一个很生动的刻画一个那个时代的我们这个向儿的从业人员 可是你身上有懦弱吗 有 挺懦弱的 非常懦弱 比如这戏里有好多感情戏什么 见着自个喜欢的姑娘不敢直接说这呢什么呢 对 我也处于这儿人 这算懦弱吗 在爱情面前也算懦弱 那他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是被迫解决的 不是他自个主动解决的 这点跟我挺像的 我有时候也属于那种需要别人被迫帮我解决问题的人 但是处理好多具体的事儿 然后可能还是我可能会比他更决断一点吧 但这也不能这么说 所处的时代跟地位跟环境不一样 我要在他那个环境 没事我还不如他 这个戏怎么了 把你排到嗓子都这样了 有点累 然后就有点内火吧 然后就把嗓子给弄成这样了 最累的时候会选择做什么 就是吃个炸鸡 这真谈 对 然后现在睡眠也不太好 就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就感觉就够了 然后再睡睡不着了 昨晚我三点睡的 你看我今天八点就起了 然后再想睡睡不着了 白天也不困吗 那下午会累 会疲惫 就这让我最近很焦虑的事儿 就睡眠突然就不好了 就这半年开始 以前不这样 基本上现在排练的每天是从几点到几点 一般都是中午一点 下午一点半到晚上十点 因为其实你之前也说 这个真的好像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所以你现在感觉圆梦这件事情是特别美 还是其实挺苦的 就跟我对好多事儿的看法是一样的 都是期待的过程和濒临那个事儿的过程的时候 你印象很深 当开始实施以后 其实就当一个事儿去做 没什么感觉了 我之前就当一个工作来做 那这个工作和你以往所有的工作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 是不一样 这是算我这么多年做话剧做舞台剧 然后以主演的身份来做是第一次 对啊 还是不太一样 主演的 是责任大吗 还是甜头更多呢 肯定是责任大呀 那那那 主要是以你为主线 对不对 你演好了演砸了肯定责任在你 而且大家导演啊 包括灯光啊音响啊 很多人都是为你服务的 我们说像是这工作做的时间长了 人都比较独嘛 很少有这种能 几个部门几个环节一块为你服务的工作 所以感受而不但一啊 过集体生活怎么样 挺开心的 我觉得 大家排练的时候能互相认点新朋友 然后 聊聊自个儿所在不同领域的事儿 挺有意思的 你得到了什么薪知 你专业方面的薪知 就是通过每次的排列让我对话剧 这个舞台剧表演 还是有一些新的认识 好多事儿你得实践了以后 你才发现可能东西还是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之前不是说其实有点担心 嗯 话剧演员就是站在桌子 相声演员 站在桌子里头 其实用不到手啊肢体啊 这可能说是你之前比较担心的 这一次怎么样 还挺好的 昨天黄莹还说呢 他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鼓励我 他说其实 他说老爷我没想到你这么胖 200斤的重量 但你的行动的敏捷性 跟控制力还是非常好 他说好多专业演员可能 到了40岁不像你这么胖 也不见得能有你这个敏捷性了 然后 这点我觉得还好 你之前是不是没发现啊 之前确实没发现 因为没有这个机会 对 那请问你是怎么做到能够拥有这样的敏捷性的 这就是天赋一饼吧 那就是我还没衰老 对不起 对不起 都磕成这样了 还吃炸鸡和奶昔 你当时心里就没有一点犹豫吗 没有 我觉得太累了 我心里健康和开心很重要 然后我也没有太怎么管理身材 我觉得还没有影响到工作 还没有影响到工作 你觉得去塑造一个决策的时候要去评断它 还是要去理解它哪个更重要呢 这个也是在我在舞台表演时间当中 又慢慢重新感觉到的点 比如说是让角色更加接近你 还是你更加接近角色 说不好 我觉得很复杂 我觉得这慢慢的 以后能有更多演出时间 我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现在觉得还是按照导演的要求 应该更加接近角色 嗯 但你在接近长服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你觉得咯咯咯咯的东西吗 还是 是有的是有的 这也跟导演发生了很多 呃 不能说冲突吧 就是一些讨论 对 嗯 导演说你应该让大家看到 真正长服是什么样 不要老用你作为你的一个 从业人员的想法来想长服应该是什么样 对 因为其实这涉及一个 嗯 有的时候 有难免 如果这个人不是和你完全一样的 嗯 其实你还是会评断他 对 你会站在外面去看他 你会先有一个你自己的判断 对 甚至是有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物比如说有一些人性负面的东西 你不能接受 你甚至可能想去包庇他 或者所谓保护他 但其实是保护你自己 对 而且如果让我塑造一个别的人物 就跟我没关系的 比如塑造一个烤羊串的 塑造一个收货员 我没干过 那我真的去考验体验他去表现他就完了 但恰恰是我塑造这个人物他的工作跟我一样 那我真的就很容易有时候下意识的会带入一些我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人物的看法 所以这个恰恰既是我塑造一个本行业人物的一个优势 也是我塑造这个行业人物的一个劣势 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其实你进入到这个舞台 这个这件事情留下这么深入的进入 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 就他算是一个不是那么高的台阶对不对 也许这个台阶说高他就很高 说低就会很低 就如果就说塑造人物来讲 可能一开始主演接着舞台去 应该去完全去塑造一个人物 但我没想到上了一个人物 就让你演你自己同行业 对对画剧演员有几个在台上演过画剧演员本人 可能也不见得每个演员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机会 说实话 因为确实能够赶上一个这样的戏 是这样去写一个相声演员的 其实是挺难得的 对挺难得的 而且很奇怪 就是说这么多年 中国画剧历史上 也没有哪个戏 来真正去刻画相声演员的生活 对于这么一个如此喜闻乐见的 这么一个职业或者一个行业 然后为什么没人去写 没有人去演 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 我问你相声演员 他和停车场收费的大演 他和柜台卖化妆品的小哥 他和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的 有出租车司机 所有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这个职业最大的奇特点就在于 他如此的平民化跟喜闻乐见 每个人都爱听相声 每个人都听得懂相声 每句话你都能评明白 但是这个职业内部 对大家来说有如此的神秘 这个是任何一个行业都跟他无法去的 比如说航天飞行员 这个行业你可能平时接触不到 而且你也就知道他就很高深 有的行业是你看似你接触不到 但是你能理解他里边的事 有的行业是你能理解他里边的事 但是你接触不到 但这个工作就很奇怪 就你全了解 他里边又你认为极其高深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愿意去 可能甚至没有人能写这里边的事 写完了可能也没有人能演 这就是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打开网络 打开公众媒体 你看聊相声 大家在聊相声本身嘛 没有人聊相声作品 聊本身 聊的都是他们那些异想的那些复杂的事 恩怨情仇 师承门派 规矩 那些个传统 那些个 我们那些个老规矩 老传统 我们那些神秘的那些东西 所以你看这不就 但是你有想过这个 对对啊 这个其实无可指摘 恩 所以真正大家会吸引大家的东西 会让大家去讨论去想的东西 就你看人的注意力 人的好奇心会放在什么地方 你说这个有变化吗 就是说在相声刚刚有的时候 你们也演过来了这么多年 原来大家的关注点和现在的关注点 有变化吗 没变化 可能会更加的发酵很多东西 有了网络有了自媒体 人们有了发声的机会 我觉得观点原来越多的是 会发酵了大家的一些想象 刺激了大家很多想象 所以通过这个戏 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让大家能真正回归相声本身 就跟那发布会的时候 我跟导演说似的 就是一切东西都是人的问题 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些个私心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人在干一个工作 一切东西都是人性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规矩 那么多所谓的传说 有没有是有 但是大家没有必要把那个东西 笼罩的如此之大 对这个行业笼罩的那么大 我们先看看人 一切都是人性上的事 为了活着嘛 就像这个戏里边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无非就是为了活着 一切规矩传统 起根上也是为了活着 活着难吗 难啊 活着太难了 你现在觉得活着难在哪里啊 活着难就是尊重自己很难 赢得自我的尊重 赢得别人的尊重可能没那么难 活着很好也没那么难 自己尊重自己很难 你还没有完全得到吗 没有 太没有了 你自己心里永远有一个标准 然后你这辈子能不能达到 你自己心里那个标准是最难的 你觉得你还能说的演得更好吗 我希望会 我希望会 但是越往后可能越是个平静可能也是 因为你的一些习惯啊 然后心里智力体力啊 可能也不如 特别年轻那会儿了 我还是一直认为 最好的岁数还是三十多岁 上下的时候 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呀 就每天说相声啊 啊 对 对 那个时候磨练出来的东西还是受用一生的 约往后 我们这下最明显就是你记忆 记忆行不行了 我记忆力减退极快 这个真的影响你 可是我觉得岁数大了 你的累积多了 阅历多了 那些你也能够判断 经验哪一个是可用的 哪些是不可用的 是 是 那些是多 但你也会失去很多吧 你比如说你纠错的能力 调整的能力 然后你是不是一张白纸 可以再好作画这种东西 你也会 很多毛病可能 有时间长了 可能越容易不容易改 也都是有利有弊吧 我觉得 所以就 就扬长臂短呗 我得跟人说一声 我这个 您好 能帮我开点门吗 我那个换辆车 我那个车线号 今天 刚完 刚来 你都跟你已经跟这个保安 认识了吗 认识 保安天天跟我讨论 我经常开车去哪 他看我每个车上都有一铲子 他老问我 你为什么要背个铲子 排话剧 然后我说我老去沙漠 他说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沙漠 你到底想怎么活着 就是 就是怎么活着 才活着的 能活着就不易了 现在没想怎么活了 活着的反应词是什么 活着反应词是狗活吧 我认为 狗且偷生 这是哪个小的 一个火龙果 人家给我游的 我给大家 他们 每天我们有什么吃的 就给大家多带上去 那门开了吗 每天这个门不是老开 同志们 就来吧 他俩还拿点东西 有一火龙果挺好的 我觉得挺甜的 大伙拿 你也理发了 咱俩不用什么礼法 不就礼了 这是主演王继涛老师 他是谁 王继涛 他跟你是什么关系 他跟我是师兄弟 在剧中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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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莹老师 我非常喜欢的导演 然后这是 先生爷爷老师喜欢 您可您可 这是思思老师 我们那个 灯光音效 没有 没有 也不是一样 不熟 就声光 就声光 声光多媒体 声光多媒体 对 因为我对这些不太懂 我对这些不太懂 对 不太懂 这是 还是找不太懂 高粮 老师 你到时候也要穿这样的衣服吗 我就是其中一个角色 就穿这样的衣服 然后 那边 那是我服装老师 也挣完了 这是那个 剧中演我母亲跟我媳妇的演 有情感戏 开不开心 开心 还行 挺开心的 很开心 很开心 就是老演不好 没有演挺好 没有没有 演最好的情感戏 好 全完了 所以你们今天是要开始排练了吗 对我们马上就开始排练了 那你准备吧 好的 你再说一句 再说一句 一定来看我们的戏 由黄莹工作室出品的话剧福寿拳 好了 关了 结束了 好 好 好 我估计待会那个背部拍 为什么呀 因为人没有来全 这谁手机干嘛扔地上 所谓同的吧 这种事一看就算 为什么呀 要拍什么东西吗 碰瓷 拍什么东西 我以为拍什么东西呢 拍什么东西就扔了 快 哎呦 好 好 吃 吃 吃 好 好 好